東吳的花魚果 讓我們看看東吳人工種植的花魚果吧 學校大拱門內的紫藤 在席次爐旁種植了膏狀的木棉 春天開著橘紅色的木棉花 吸引著藍雀來這裡逗留 木棉花未開殘就開始掉落 落在草叢裡 掉到馬路上 四月間連續四處飄散 容易造成人們過敏 在兩條自強橋之間 有一株美人樹 每年九月開花 美人樹 樹枝上有四 與木棉相似 隨後結成果子 倒開成棉花球 在教師二樓與文社旁 在教師二樓與文社旁 種植了兩株南洋蔭 結出小果子 在松敬樓附近有幾株羊蹄甲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才在教師單身宿舍前 種植了燕子精 花朵比羊蹄甲更艷麗 現在已經有四層樓高了 引來五色鳥 與這種碩大的雄蜂 第二教學研究大樓兩側 都有桂花圍梨 花小不起眼 不過帶著香氣 田袋式石斑木 種在楓雅樓前的矮小灌木 紫圍千驅菜科 開紫色花 種在語言中心後方 與教師二樓前 在愛圖樓後方有一株 樹幹堅韌 會剝去外皮 教師宿舍這一株酒窮 可能是天然生的 酒窮開白色小花 結果的樣子 冬天 樹葉會變紅 落葉 冬天時 光凸凸的模樣 春天會長出新綠 竹筋 竹筋是很常見的園藝植物 品種繁多 校園中品種並不多 校園中也有幾處茶花 這樹曾在德社前 這幾株在安宿堂旁 教師宿舍區曾有含笑花 不知道是否還健在 德社前曾有木芙蓉 開花盛美 開花盛美 不知為何被剷除了 四月當令的白流蘇花 在教師二樓與融花樓前 各有一株 各有一株 不知為何這兩年 這株死了 二十多年來 東吳的擋土牆上 都種植了下垂的雲南黃心 開著小黃花 枝條帶刺 幾年來幾乎被換光了 換回軟枝黃蝉 校園各處常擺放一些石花 如雪茄花 如雪茄花 六月雪 野牡丹 馬鹽丹 馬英丹 麒麟花 麒麟花 紅仙丹 金燈 還有許多依照季節更換的草花 把校園佈置的花枝招展 園藝商的功勞不小啊 都不如多用一些變葉木等多年生灌木 比較經濟實惠 櫻花、蔷薇科每年春節前後開花 校園最早的櫻花樹是我三十多年前手種的 後來在教師宿舍區 特別在教師二樓前種植了大群山櫻花 吸引賞花客 我愛躲在走廊柱子後方 比較不會嚇跑這些教客 綠袖眼最愛櫻花 珠錦鳩來了 白頭翁也來湊熱鬧 花落葉初換來紅櫻桃 可惜酸色無甜味 西邊大樓旁種植了兩排友誼之音 是日本友人送的名種櫻花 兩棟教學研究大樓落成後 種植了一些櫻花樹 三月天 杜蜻花開滿校園 種植在冤家路旁 寵會堂後方 好漢坡路旁 安宿堂與素書樓之間 教師二樓前 零溪處 陽光族 杜蜻花最盛開 種植在步道旁 品種也最豐富 有純白色的 有白色中帶寫絲的 有鮮紅色的 有粉紅色帶提橫的 有桃紅色帶提橫的 有桃紅色帶提橫的 九重葛 小園中最西津 種植在校門後 校門旁 這裡陽光最足 花開最美 有種植到停車場的入口處 另外就是綜合大樓前方與後方的馬路旁 品種多樣化 有傳統紫色的 有桃紅色的 有桃紅色的 有深紅色的 有粉紅色的 有桃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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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戴粉邊的 有白色帶綠的 還有綠色的 這種顏色與花形都很特別 九重葛看似鮮豔的花瓣 其實只是變態的樹葉 那小小白色的才是九重葛的花 在校門後停車場入口旁 有幾株白色樹葉的九重葛 不知道是否會開花 讓我們再看看校園中的果樹 我們有好些柚子樹 開花時散發出特殊的香氣 還朝風飲碟 柚子花落滿地 柚子雖多 味道不佳 職工們種的柑橘開花了 結成大柑橘 遮身樓後方的院子中 有一株高高的芒果樹 結過了 幾乎是樹上熟了 無奈第二天就落果了 無奈第二天就落果了 變成是蟲椅的佳肴 芒果樹開花就犀利盈光臨了 教室宿舍區有一株酪梨樹 開花結果了 開花結果了 不知道味道如何 過去宿舍區有多株桑橙樹 曾供應學童養蚕食的桑葉 今年越來越少了 懷念這些桑橙 更懷念供應桑葉的日子 校園內沒有種植龍眼樹 這龍眼是冤家路旁農家的 滿樹楊桃也是隔壁農家的 蟲蟲堂後方 宿舍區有蓮霧樹 果實不大 但是顏色鮮豔 果實味道不佳 落果還飄散出酸腐味 過去折森樓 蟲會堂 文社等處都有琵琶樹 果實鮮豔玉滴 職工在宿舍區 還保留著琵琶樹 樹莓 或稱羊莓 種植在幼方籠前 與教室二樓前 果實秘籍小科 教室二樓前 有禮樹開花接過 三月禮花白 曾經以校門外 東吳綠地的最美 宿舍區 植工種植的木瓜 味道甜美 藍雀最愛 橡膠也好 植工宿舍前的 番石柳樹與琵琶樹 還有這株高高的檳榔樹 教師宿舍前的番薯葉 校園中的經濟作物 大多是職工們的傑作 這樣的校園才像家啊 歡迎分享訂閱 歡迎分享訂閱